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视听 你好 我是马诺与飞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运动游戏开发中 打砖块如何实现拍子和 我们小球的碰撞和小球如何消灭砖块的功能 咱们呢 首先把这个碰撞的函数呢 给它拷贝一下 拷贝一下以后呢 在我们原来这个打砖块的部分 咱们把这个打砖块呢 给它重新来一份 这个是咱们的打砖块二 然后我们把这个碰撞函数呢 粘在这个地方 我们再把这个程序运行一下 大家来看一下 首先呢 大家会发现呢 当我们程序运行的时候啊 咱们这个小块呢 在当前的整个DAV里面呢 去进行运动 那么在运动的过程中 有两个地方我们得进行碰撞检测 一个呢是 当我小球和这个拍子 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得进行碰撞检测 第二部分是 我们的小球和砖块 发生碰撞的时候 它得进行碰撞检测 那么这个小球在移动的时候啊 它其实呢是 在执行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每隔30毫秒去执行一次 每隔30毫秒 我这个小球的位置 就因为这个函数而被挪动一次 所以呢 最好咱们的这个碰撞检测 就在这个地方去进行 就OK 那么在这个地方我们去进行什么呢 进行碰撞检测 因为这个地方 它进行的碰撞检测的频率特别高 30毫秒一次 所以你只要碰撞 它绝对能检测出来 那么第一个部分 咱们就先来看一下 小球和拍子的碰撞检测 那这个呢比较简单啊 咱们直接把这个函数调用一下 调完之后呢 首先先把小球给它扔进去 然后呢 再把拍子给它扔进去 那如果它最后反对结果是处 说明它俩碰上 碰上了以后 注意咱们这个拍子肯定是没有任何变化 但是小球它得弹回去 那弹回去的方式就是 我们还是得让它的这个垂直方向的速度 变成原来的负一 所以再给它乘上一个负一就OK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效果啊 首先我们等待这个小球呢 落下来落在咱们拍子上 那么你会发现呢 它遇到咱们拍子之后呢 并没有穿过拍子 而是从这个拍子上弹出去 然后呢 让它再向上运动 那第一个步骤 咱们就搞定 搞定第一个步骤之后呢 咱们再来搞定第二个步骤 就是咱们的小球 要跟这个砖块发生碰撞 那么第二个部分 我们的小球啊 和这个砖块 发生碰撞的时候 问题就是我们并不知道 这个小球跟哪块砖发生碰撞 所以这个地方呢 咱们怎么样去决定这个事呢 既然咱们不知道 小球跟哪块砖发生碰撞 那咱们就让小球跟所有的砖发生碰撞 刘配的 我们要去判断一下 小球到底跟哪块砖发生碰撞 那么首先 咱们先把页面上所有的砖给它拿到 首先咱们所有的砖块都放在这个 breached的这么一个DNAV里面 所以我们直接通过breached 讲getElementByTagName 找到所有的砖 这是所有的砖 找到所有的砖以后 我并不知道小球跟哪块砖发生碰撞 所以在这我就直接通过循环 去便利每一块砖 看一下到底哪块砖 跟我们的小球发生碰撞 好 在这我们做一个判断 同样还是一样的判断 将我当前便利到的这块砖给它连进去 然后将我们的小球给它传进去 那么如果最后这个ifg它成立了 那说明咱们遇到了这块砖 遇到了这块砖以后注意 当我们的小球碰上这块砖以后 它应该弹回来 所以首先第一个部分 咱们的speed1还是应该成等于一个-1 第二个部分是这个砖块要被销毁掉 那么我们就让用它的副节点 也就是咱们的这个 这是它的副节点 我们用它的副节点 去将当前这块砖的给它删除掉 删除了以后 这次循环咱们就结束了就OK了 然后再让它过30毫秒 再去判断另外一次就OK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否能够完成我们想象中的效果 好 现在我们让它碰上其中一块砖 那么小球移回来了 然后砖块它消失了 碰上第二块砖 我们的小球也弹回来了 然后咱们的砖块也消失了 但这个地方咱们又产生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砖块它是浮动的 所以咱们的小球把前面的砖块销毁以后 后面的砖块就顶上去了 咱们会发现我们设置所有砖块的样式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浮动 也就是相对定位 它是非常简单去设置的 然后相对定位以后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小球的消灭前面的砖块 也后面的砖块就全部顶下来了 如果我们希望所有的砖块 它的位置不发生改变 那么我们必须把所有的砖块的位置变成绝对定位 那这个地方的问题就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创建砖块的时候要用相对定位 但是最终我们在运行的时候 必须让所有的砖块变成绝对定位 那么我们在这就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操作 就是让这个相对定位转绝对定位 那么这个部分叫做什么 这个部分在我们编程里面也有一个专有的名字 叫什么 叫做一个文档流的转换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相对定位转绝对定位 叫做文档流的转换 好那么注意 首先咱们先来回顾一些知识 就是如果咱们页面上所有的这个DAV 就我们这个砖块上所有的DAV 它都是浮动的话 它默认的lab值跟top值都是auto 也就是自动 但是有另外一个东西 它可以输出我当前DAV 它的lab值和top值 就是咱们的offsetlab值和offsettop 它可以直接获得到距离负节点 我们看到的距离 所以第一步干什么呢 第一步等我们把我们页面上所有的这个DAV全部给它插在页面上以后 i等于0 i小于 好注意 把所有的砖块给它拿到 将我们页面上已经创建好的所有的砖块拿到 拿到以后 我们通过循环 然后去给每一个砖去添加它的坐标 那么这个坐标是怎么得出来的呢 是通过咱们的offsetlab值和offsettop值得出来的 那么具体咱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咱们取出其中一个DAV 然后将它offsetlab值复制成我当前DAV它的lab值 top值也一样 好 复完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什么地方 咱们先把这个控制台打开 但是现在还没完事 咱们先来看一下控制台什么地方呢 我们先来看一下控制台上每一个DAV它的lab值和top值 它现在都是有lab值和top值的 那么这些坐标设完之后呢 最后我们只需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将它perdition等于absolut就完事了 但是注意 这个perdition absolut也不能写在这个循环里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试着把这个perdition等于absolut 写在我们当前的这个位置 写完之后呢 注意看 最终你会发现所有的砖块都集中在一起了 这个原因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呢 把这个循环的分开去看一下 那么当我们第一个块 它设成perdition等于absolut以后 这个块它就脱离层级了 这个块它脱离层级之后呢 后面所有的这个层级跟它不一样的话 它就往前顶 那么所以最后呢 你就会遇到这么一种情况 就是你不能够一边去设perdition等于absolut 一边的去让它设置定位 为什么呢 因为所有的这个层级呢 它都会脱离 脱离之后呢 后面所有的这个相对定位 它就没有这个层级可依赖 那么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解决的方式很简单 就是你不要在这个循环里面一边去设置人间的坐标 一边去设置perdition等于absolut 我们需要干什么呢 我们需要先给所有的砖块都有了坐标以后 好 现在所有的砖块都有了坐标以后 然后呢 接着我再通过另外一个循环 也就是第二个循环 在所有DNV都有坐标的前提下 去设置页面上所有的这个DNV标签呢 它的perdition等于absolut 这样的话 最终我们再去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好 现在我们去消失其中一个砖块 好 那么 它就变成绝对定位 这个是我们文档流转换的一个流程 但是在这呢 文档流转换搞定以后 我们最后还应该给它做一个操作 什么操作 就是我们在上面 当我们这个小球进入下边界的时候 也就是说它跟我们下面这条杠接触的时候 我们应该让它game over 在这我就写个game over 然后呢 并且呢 让它game over以后啊 我们让它呢 直接去执行咱们window.location.relote 让它重新刷新 再来一句就可以 这样的话咱们来看最终的一个效果 就是正常情况下 我们去打这个游戏呢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呢 如果它下一次下来之后 我故意让它接触底部 它就game over 然后当我点击确定 它就重来一局 最后非常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马龙玉飞 2 3 0 5 5 5 05 5 5 15 13 16 24